竹山镇严正社区协会与竹山茶道协会 在赵晋山茶区及护天宫 共同举办小旗舰 严正社区采制体验营活动 60位社区老中青少幼五代一起办茶农 大家亲自体验制茶及品茶赏茶的一贯流程 庙庭上大家围着竹楼用力揉茶 老老少少一起体验制茶乐趣 严正社区是竹山镇重要的茶区 社区理事会与竹山茶道协会 一向重视茶艺文化的传承 也因此举办了这次采茶与制茶的体验营 社区协会理事长管理秀表示 这次协会获得台大实验领馆处 与县福小时间计划的赞助辅导 以在地人学习在地产业文化 食物体验方式办理本活动 希望在地茶艺文化初角能够延伸和榨根 我们今天是结合了我们台大实验领的经费 跟我们南投县政府小旗舰的计划 那因为我们是从两年前就有小旗舰计划 从乡下扎根开始教学 那今天这个就是属于课程之一 白天的课 白天从彩茶制茶乐茶给他们体验一下 不管是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是阿公阿嬷 也有祖孙三代都来的 来给大家体验一下 这个喝一杯茶不是那么简单 从制茶 采茶制茶的过程都很辛苦 让大家都体会一下 从城市来到市区的陈先生表示 小朋友在都市其实都很辛苦 到田园来个人体会农村的乐趣 让小朋友从做中学学到更多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 小朋友其实在城市是蛮辛苦的 然后让他到田园里面 然后可以做这个茶叶的体验 是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那我们小时候是住乡下 所以特别有感觉 然后小朋友从做中去学习 看这些玩的东西 其实跟他在都市里 然后手机是不一样 我是觉得要走出来户外 那这个社区很特别 是办了蛮多的活动 蛮好的 而张小妹妹则表示 到这里来学做茶可以培养亲子关系 而且还可以学到更多的新知 我觉得今天的体验过程很棒 因为在这里做跟在家里做茶不特别不同 可以增进亲子关系和子孙的关系 还有来这里学到其他不一样的 比较新的东西 第三阶 由竹山茶道协会理事长江树梅等茶师 实施茶艺教学 茶席布置 以及茶道礼仪 也实地开泡小月种红茶 相互接受观摩 两位小朋友目前学习到泡茶的方式 也从中了解到红茶的道理 真是一位了 这次是 谢谢大家